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年人提起拔牙也是相当的头疼 不过有一个美国小男孩发明了一种奇葩又有效的方法来快速拔牙 当地时间4月16日 美国华盛顿州温哥华市的13岁少年康纳 自己通过射箭拔出了一颗松动的牙齿 视频中康纳将一根线的一端缠在箭上 另一端则缠住要拔出的牙齿 他张大嘴巴松开按住箭的手将弦上的箭射了出去 牙齿也随着线飞了出去 康纳在原地跳了两下后用手捂住了下巴 很多网友都表示这画面让人牙齿疑酸 虽然快很准但是好像有点威胁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模仿哦 近日西安中学发布了一则整治男女生非正常交往的公告 并着手进行严厉的查处整治 根据学生的讲述 校方明确表示 男女生单独走在一起 距离小于3.6米就会被怀疑 非正常交往 肯定被抓 让网友大呼学校太封建 网友质疑 这些精确的数字究竟是如何得来的 而制定者却并没有明确的告知 也许这个测算量过于的繁复旁杂 和我们这些吃瓜群众解释起来比较困难 就算这个数据科学 学生们又该如何精准地执行呢 难道有老师专门负责举着一把巨型长尺 看见远处走来的男生女生就伸手测量 保证这个规定的严格落实吗 另外男女同桌的话 这课桌得有多长啊 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奉点微博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找扫描屏幕左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咯